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是坐在五二六路公交车上 从伊尔库斯克到利斯特维扬卡 我就是觉得今天天气好 比阳光明媚的 赶紧的去湖边打个卡 这个五二六路公交车的位置 我现在发到视频上 大家就在农贸市场门口 等就好了 我就是刚走路过来 一看五二六路就停在那儿的 就赶紧的上车了 我一上车就出发了 视频都没来得及拍 还有点山路 过会儿就应该到湖边了 景色美美的 我到那个利斯特维扬卡 找个地方喝个咖啡 吃顿饭 在湖边呆上一下午 一个人的票价是250路布 然后给了5000 给我找的 马上马上 这条河就走完了 这前边就是贝加尔湖 这个安加拉河居然是从贝加尔湖流出去的一条河 我还以为是流入的一条河 查了一下资料 搞明白了 我作为一个地理客代表 总算是看到了贝加尔湖了 这是淡水湖啊 淡水湖啊 好成这个世界上 土量最大的淡水湖了 今天来对了 天气好 这湖面都能看到对面啊 他这个湖有个 40至50公里那么宽啊 主要是长度长 这个南北长一个680公里的 什么什么 反正肉眼的是可以看到 感觉能看到对面 毕竟才四五十公里快 长度680公里的话 那个就 下次个人 好漂亮的贝加尔湖啊 真的像大海一样的呀 中国古代的时候 陈贝加尔湖就叫北海 西汉的时候 苏木洋就在这个 北海边上 波光淋漓 这太阳是真舒服啊 晒在身上 真的跟大海一样的感觉 这还有些渔船 那你说 我要在这个湖边上找个餐厅 看能不能吃上一条这个 北海的鱼 对 名为坤是不是 一锅顿不下 前面居然还有个摩天轮 我是不是得体验一下吧 应该是到了 到了 这车站 过后呢 应该是 可以在这坐车的回去 就这辆公交车 五二六路啊 大家记住啊 五二六路啊 哇塞 这个接冰子有点夸张了吧 这个 小心点 小心点 别刺溜进去 没把我冻住了 看一下 贝加尔湖 它这个湖水真的好清澈呀 嗯 舒服 哎呀 找到一个绝佳的观景平台啊 哇 这个 还是有点冷 刮风啊 嗯 过一会儿呢 朝那个 摩天轮走 今天天气好清冷 这个摩天轮好像没有开啊 没转呢 要开的话 这高低得坐上一回啊 这风吹上有点冷了 这小镇差不多就走到头了 摩天轮确实没有开 现在应该是旅游淡季中的淡季啊 准备多少游客 这两边啊 都是餐厅 咖啡厅 我呢 就在这一家啊 喝点东西 哇 这里边是真暖火呀 看我点的什么 一杯绿茶 哎呀 一个甜甜圈 外边其实真挺冷的 因为 到那个湖边上他有那个风啊 吹的你的耳朵都不属于你自己 都没知觉的感觉 啊 我们还是装备不行 不过我下一次啊 就是 那种特别冷的时候 等湖面接冰了我再来 夏天也想再来一次 这个贝加尔湖确实是 挺迷人挺漂亮的 水真的好清呢 这边没什么污染 说一下他的这个 地理数据啊 长的有个680公里这么长 那是真长 这时候一圈我都 我都不知道怎么搞 然后 宽的有个40至50公里这么宽 我们肉眼确实是可以看到对面 说这个 平均水深到730米 730米的水深什么概念呢 我作为一个潜水员 AOW的 我也就下潜到30米 我只能下潜个平均水深的零头 他这边夏天是应该是可以潜水的 冬天太冷了 不行 如果说下次我有机会夏天我开车过来 我肯定要在这边潜上个机器 我们就潜30米是那就行了 但是但是他说他最深处的有这个 1600多米深 我这个已经是想不到一个湖这么深了 这个太夸张了 而且还是个 内陆湖 他真的跟海一样的 我存了 淡水储量是2.3 万亿立方米 我这个这个已经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个淡水储量了 这得够多少人喝多少年或者用多少年 已经是没个概念了 这非常丰富 就等到这个 夏天来一次 或者是等他 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再来一次 这次呢 就是过来 一试一试 我到时候还想呢 装备 就凑好 去那个 奥伊米亚康 体验一下零下 负的七十多度 到那去去一下 等以后有机会 因为反正 银行卡办了嘛 比较方便 呵呵呵 这 这 环球品鉴水自研专家啊 我可是喜欢 到哪都要尝一下当地的水 咸的也好 淡的也好 反正怎么样的 我都得 喝一点 看好了 这个没把我的鞋给打湿了 我得找个 找个地 好好的 咬上那么一咬着 来来来来来 这还满脑活的 这让我一出过来 他就 这么难吗 好了 这里还 这里还咬着一些石子 这不打紧啊 吹吹吹 吹到不用吹了 肯定是淡水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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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在贝加尔湖边上 来一杯贝加尔湖的湖水 还有感觉 还有感觉 开始逛街了啊 这边还有一个小市场啊 不少针对 不少针对中国人的一些 摊位啊 哎哟 这个不会就是 北加尔湖的咸鱼了吧 这边好像 这摊位都是卖咸鱼 这边有一个 吃不吃 这个东西主要是我一闻 我就觉得 不好吃 都是这个 这全是这个 这贝加尔湖的鱼 这尝起来 一股 这个烟熏 烟熏的味道 全是人的 所有的摊位都是卖这个鲜鱼 二熏的这个 反正我 我见了不少俄罗斯人 非常喜欢吃咸鱼 他就没有一个烤鱼啊 烤肉就是 烤鱼肉肉 250 万万 250一条 不便宜啊这个 哎呀 买这个我感觉都是250 大肆又来的来了 哎呀 这是 你搞个260 我心里也舒服一点 好 OKOK 为了保险起见 在旁边的餐厅 还点了一个 抓饭 三个鸡翅 这个是530 还能理解 这条鱼就250 反正我也觉得挺250的 就这个贝加尔湖的鱼吧 应该 肉质不错 哎 这么干净的湖水养的鱼是不是 但是他这个鱼这个做法吧啊 你看了以后 看起来就 不太好吃 闻起来呢 也不太好吃 哎呀 这250 吃起来呢 当然也不太好吃 就这么好的鱼啊 其实他完全可以换个别的做法 反正 你们就 尽量的不用 花这个冤枉钱了 或者是10个人 拼一条 一人那么咬 那么一小口 10个250 我是一个250 真的真不好吃 嗯 这烟熏火了的 真的 这就这我就觉得这鱼都死的鱼 哎 我这250块钱呢 孩子吃点正常的饭吧 这个这个都不是俄罗斯菜啊 这都是中亚人开的这样的 俄罗斯人做饭 你们就千万不要吃吧 真的 就两口啊 一口125啊 两口一个250啊